神国之光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教会线上的主日崇拜 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心 来聆听这周的主日 上星期Dr. Chong和Auntie Gordy 他有讲到这个路加福音的十章 上星期Dr. Chong和Auntie Gordy 讲到路加福音的第十章 他在那边有分享到 我们教会是怎样的情况 怎样来将这个福音介绍给其他人 他上星期分享了我们教会在什么情况 应该怎样将福音传出去 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要分享 我们要从祷告那边开始 早上我就想分享 我们首先要从祈祷开始 你看到上星期他讲的其实很简单 你只是介绍我们的耶稣基督罢了 上星期他其实讲得很简单 只不过我们需要去介绍我们的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心里里面 有的时候是很害怕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我们其实心里很害怕 有时都觉得我不知道怎样来传这个福音 就是觉得我应该怎样去传福音呢 所以上星期教导的就是很简单 只是做朋友 上星期教我们是很简单的 就是去做朋友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怎样做呢 就是跟他们祷告 那今天我们讲一下要怎样做 就是祈祷了 为什么传福音是很重要 为什么传福音是很重要呢 我还记得我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还记得以前在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一个同事他的妈妈就刚刚有一个癌症 我同事的妈妈刚刚得了癌症 他那时候就很快 他的那个病一下子就很快地发生了 当时他的病来西亚亚很快地发生了 过后呢我就怎样 那时候那一天 有三个晚上的 有一个牧师从阿根廷过来 那时候呢 其中有三个马哈 有一个牧师在阿根廷过来的 他们有一个布道会 他们有一个布道会 那个是1999年 那时候是1999年 那时候呢 他就在一个Buket Jalea的广场那边 就有一个布道会 当时在一个广场那里有一个布道会 那个布道会呢 就讲哇 神的大能症很厉害 他当时讲的主题就是说 神的大能是好地害的 他跟他祷告的时候 那个病的全部会好 当他祈祷的时候 那个病痛就会离去了 哇 第一晚上我过去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病的人 全部排队在那边 每一个跑不到路的都可以跑路 当第一晚我去的时候 看到很多病人在那里 那些祈祷之后呢 跑不到步都可以跑步了 还有那个眼睛狭的都可以看着见 有眼睛瞎了的都可以看到 那个听听不到的都可以听得见 听不到的都可以听到了 他讲有什么癌症什么都可以过来祷告 他说有什么癌症的 有什么病痛都可以来祈祷 那个人信还是不信 都可以带他们过来祷告 无论你信还是不信 都可以带他们来祈祷 然后我就在那边 哎很好啊 这个是很好的事情 我当时想 这个是很好的事 第二天早上 我就在我的公司的时候 第二天呢 我去我回公司的时候 我就听到我的朋友 给我知道 他的妈妈有这个情况 第二天我回公司的时候 我的同事就刚刚好 跟我说 他妈妈就有癌症的情况 我就跟他讲 哎你带你的妈妈的衣服过来 我说 不如你拿你妈妈的衣衫你过来 我明天晚上 我那一天晚上 我会拿那个衣服过去 给他祷告 当晚我就将那些衣服 拿去带给他的牧师 叫牧师帮你祈祷 但是我的朋友就讲 不需要了 我朋友说不用了 我的妈妈是 有那个宗教信仰的 我妈妈的 其他宗教信仰很强的 她不要了 她不想要的 这个是一个机会 我拿他的衣服拿过去 他就可以好了 我说 这个是个机会 把那件衣服拿去 给他祈祷就会好 我的朋友就讲 不用不用 我的朋友说不用了 他就拒绝了 他就拒绝了 他拒绝了之后 没有事前发生 那就没有事发生了 两个星期之后 他的妈妈就去世了 他的妈妈就去世了 那一天我就觉得很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很烦 当日我知道 他妈妈去世的消息 我就觉得很烦 我就讲到 神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说神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我看到 这个很好的见证 我看到的 其实是很好的见证 我看到很多人 被神来医治 我看到了很多人 被神医治 但为什么我的朋友 只是拿一个衣服 拿一个衣服 拿一个衣服 过去罢了 我只不过 叫我朋友 拿件衣服过去罢了 他都不用过去 为什么他都不肯呢 他不用过去 他只交给我罢了 虽然我都不是叫他去 我只是叫他交给我罢了 但是他也是 决绝了 但为什么他还要拒绝呢 所以我就知道 我们不可以 等到明天 所以我当时就知道 我们不可以等明天 当我们有一个机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那个瓦难发明 整天讲华语 我知道 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就要扯破脸皮 扯破脸皮 我们也是要 带他去 就跟他讲 这个耶稣基督 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要充足地捉住 这个机会 跟他讲耶稣基督 但那时候 我就是很烦了 我就讲 没有第二天的 所以当时我就很烦了 我就知道 以后都不会有第二天了 当我听到 有人有机会 我一定要跟他讲 只要我听到有机会 我就一定要跟他讲 所以当我过后 我就明白了为什么 过后我就知道了 为什么了 今天早上 我们要给大家都明白 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 今天早上我讲的 就是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需要祷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祷 天父很感谢 天父我们很感谢你 今天早上 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今天早上 我们明白你的话语 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 我祈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明白了 我们可以做到 你需要我们做的东西 帮助我们明白了 之后能够去做 你所需要我们做的东西 如果我们需要祷告的话 我们要跪着祷告 我们需要祷祷 我们会跪着祷祷 我们要知道神啊 我们要学习 怎样来祷告 我们要学习 神啊 我们应该去 怎样祷祷 神啊 很感谢你 神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的这个话语 今早早的话语 全部出到 每一个人的心上 全部都能够 触动在 每一个人的心上 每一个人 可以接受到 你的话语 每个人都接受 你的话语 奉告主耶稣上来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命祈祷 Amen 今天早上我想分享的就是 怎样来祷告 今早我想分享怎样祈祷 因为我每次都觉得 祷告是很简单 我们只是祷告罢了嘛 我们都觉得祈祷很简单而已 只不过祈祷而已嘛 但是有一个东西就是 当我们要讲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想着 为什么人家听不到 但有一件事就是 当我们去讲福音 传福音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要想到 为什么人家听不到呢 所以我要明白这个方面 我们要明白这方面 要明白这些非信徒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要去明白 为什么这些非信徒会这样 第一样东西 就是我们今年 我们的教会就是讲着 我们要开到水深之处 今年我们教会的中心 就是要开到水深之处 因为耶稣基督 祂教导我们的时候 就是讲 一定要开到一个 一个很深的水的地方 因为耶稣教导我们 我们要将 一部船开到很深的地方 你看得到 当你去到一个深水的地方 就很多鱼了 当你去到深水的地方 你就会有很多鱼了 就好像我们教会 我们去到一个 很多的人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很多的人得救 跟教会一样 当我们去到很多人的地方 我们就能够 看到很多人会得救 我们看得到很多人 就是在那个溺水里面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在那里 是什么 有些人是为了权力 有些人就是为了权力 有些人就是为了权力 有些人就是因为这个世界 有很多很好的可以享受 有些人就是因为这个世界 有很多要享受 所以看得到 一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不要听的 所以当港督福音的时候 很多人是拒绝去听的 所以我们教会就好像一个大船 就是我们教会就好像有一部大船 跑出去那个新处里面 在做什么呢 跑去深处做什么呢 就是一定要用那个救生圈 就是丢那个救生圈来救他们 就是要丢出一个个救生圈去救他们 我们看得到 原来耶稣基督就好像那个大船 所以我们看到原来耶稣基督就好像那部大船 然后那个救生圈就是那个福音 那些救生圈就是我们福音了 我们就是那个同工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我们就是同工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Amen 所以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我每次觉得就是福音只是讲罢了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觉得福音是什么讲的嘛 每次拿那个圣经来跟他讲 神讲这个神讲那个 每次都拿着本圣经来跟他讲 神讲一样东西 神讲那样东西 有时候我觉得我得罪他我都不管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我得罪都不理他了 但是又跑到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什么都不理了 我就讲我跟他们一起做 好像他们做的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我不要理了 跟他们一起做他们做的东西 所以我什么东西都有 experience过 什么都试过了 所以我什么方式都试过了 但是过后我就才知道 我们应该要祷告先 所以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我们应该先要祈祷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属灵的世界来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属灵的世界 这个属灵的世界 它有分了两个国度 属灵的世界分了两个国度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你就是一个光明的国度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一个有一个光明的国度 另外一个就是黑暗的国度 另一个就是黑暗的国度 我们看得到当有这两个国度的时候 就是每个有一个属灵的征战 当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当有这两个国度的时候 都会有属灵增战 所以当我们有属灵的征战的时候 当我们有属灵增战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东西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那个撒旦魔鬼 它会坐在那边等着我们来救人 所以当时我很多时候觉得 撒旦魔鬼就坐在那边等着我们来救人 会吗 会不会呢 你们觉得撒旦魔鬼 会不会等在那边给你们去救人呢 你觉得撒旦魔鬼 会不会就是站在那边等着你来救呢 有没有声音 你也听不到 有没有 一定不会的嘛 一定会的 每次你要带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抢走他 每次你来救一个人 他就会抢走他 我还记得 我每次叫我的朋友来教会的时候 我记得我每次叫我朋友来救我的时候 他一定要有事情发生的 他一定有事情发生的 没有就是他的妈妈病 什么就是他的妈妈病了 没有他的孩子病了 因为就是他的小朋友病了 没有他就不得空要打golf 因为就是他没有空要去打golf 所以你看得到很多很多的理由 他们就看到很多很多的理由 他们每次讲的 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 他们都说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还有朋友讲 我真的是要去教会 我都有朋友说 我会去教会的 那一天他要去教会的时候 他就是有问题 一定有事情 但他来教会那一天 他就真的一定会有事发生的 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 这个就是属灵增进了 所以我们看到 每一个弟兄姐妹 当你们来到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 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们来的时候 我很相信 我们有很多的神派的天使 来保护着我们 我相信 是有神派天使来保护着我们 好像今天早上 好像今早上 每次要讲道的时候 每次我要讲道的时候 我是很早起身 来祷告 跟要看那个圣经 我都很早起身 来祈祷和看圣经 又要练习一下 我也要练习一下 但是今天早上 一起身的时候 很冷 但今早起身的时候 很冷 冷到真的是 我不想要起身 那时候我的热门就响了 但我的闹钟已经响了 六点多 六点多 我想我要起身 我一定要起身 我一定要起床了 我知道 但是我又不要 我要睡觉 但我又不想 我很想睡下去 然后我妈妈开水 她进去厕所的时候 等我妈妈去厕所的时候 我听到那个声音 我听到冲水声 我知道她已经起身了 我知道她已经起身了 我一定要起身 所以我一定要起床了 神啊帮助我 我真的是不想要起身 我真的不想起床 但是我一祷告 我就收到那个力量 但我祈祷之后 我收到了力量 我说OK 好 我要准备我自己 我说好 我要起身了 我要准备自己 最这样子 你看我们要来到教会 也是有很多的挣扎 其实你看到我们来教会 都有很多挣扎 所以你看到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第十二节里面写什么 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二节 来讲到 从施洗药汉的时候到如今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那个属灵征战的时候 因为属灵征战的时候 就好像今天早上 我真的是 不要起身了 就好像今早上 我一直都不想起床 所以我这样 看得到的 那个属灵征战是真的 看到这个属灵征战是真实的 这个魔鬼工作是真的 这个魔鬼的工作是真实的 他每次在那边 就给我们都有问题 每一次都会产生一些问题 有时我们有那个信心的时候 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他就给你没有信心 他就会 将个没有信心的情况 对吧 有很多时候 当我要做每一个神要做的工作的时候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要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你会看到 一定会有东西发生 你们会看到 一定会有东西发生 所以每个弟兄姐妹朋友 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经过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不用害怕 不用害怕 祷告 祷告 你叫神帮助我们 你说神帮助我们 神就会给你那一个力量 神就会给你那一个力量 所以你需要那个圣灵 给你那股力量 你需要的是圣灵 给你那个鼓励的力量 所以你看到罗马书 第一章第十六节 你每天写到的 就是讲到 很难的 所以你看一下罗马书 第一章十六节里面 那里是怎样难的话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神 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神 我们神的力量是很大 但是我们神的力量 力量是很大的 祂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 祂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 所以很重要的一样东西 就是要一起来祷告 很重要的一样东西 就是一起来祈祷 所以我们一看看 这个非信徒的灵的情况是怎样 我们看看非信徒的灵的情况是怎样的 所以看看他的情况是怎样的 看看我们非信徒的情况是怎样的 对 非信徒的情况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七到十九节里面写什么 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七到十九节里面说到 所以我说 扯在主里确实的说 你们行事 不要再障碍帮人 全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昏味 与神所赐的生命格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 心理高硬 良心既然喪尽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蔑 所以看得到 这个就是他们的情况 所以我可以跟你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经过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有接受了主的 你可以拿手上来 如果你接受主的 可以举一下你的手 已经接受了主的 拿你的手上来 你们大家接受了主的 你们以前是有人跟你祷告的 以前肯定有人和你祈祷过的 我很相信我每一个人 已经接受了主的 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了主的人 我们都知道 我们以前也是 我们的心也是很硬的 以前我们都知道 我们以前的心歧都很硬的 当有人跟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有人跟我们讲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也是 不是很要听的 我们都是说不想听的 我们有时都觉得 为什么他这么好 来跟我讲这个东西 以前我们觉得会说 为什么他这么好 来跟我讲这些东西 我一次有人跟我讲 我还没有接受主的那时候 当我记得有一次 在我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之前 有人跟我讲 这个耶稣基督很好 什么很好 有人跟我说 耶稣基督是怎么好 怎么好的 我每次在那边想 这个是不是好像MV 还是那个 Multi Level Marketing 他们叫做 卖东西 有东西赚的 我当时就以为他们 他们是不是传销东西来的 我们就是说 折烧啊 卖东西的应该是 那我就说 这个人肯定是买东西的 不知道是不是 他每次这么努力的 传到福音 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他这么努力的 传福音呢 为什么呢 我每次想着 他一定有赚钱的 我没事想 肯定有收回扣的 当我相信了主耶稣 我要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相信了主耶稣 我要传福音的时候 我都没有赚钱的 我都说 人家没有回扣收的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原来我们 每一个人传福音的 原来我们每一个 传福音的人 都是因为他们心里面 他想要传这个福音 是因为他的心 想去传这个福音 所以看得到 那个非信徒 他们信的就是 心理刚硬 所以我们看到 非信徒的意思 当他心里刚硬的时候 他就会不信 当他心里够硬的时候 他就会不信了 他一不信的时候 他会拒绝这个真理 他不信 就会拒绝真理 当他拒绝真理的时候 他的心思会灰美 当他拒绝的时候 心里就会灰美了 我看得到 就是好像我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 原来他好像我朋友 当我跟他讲 这个很好的见证的时候 当我跟他讲了 这个这么好的见证的时候 我说 你拿那个衣服过来 祷告 你的妈妈就会好 我说 你把衣服拿过来 去祈祷 你妈妈就会好了 他不是讲他不相信我 他不是说他不相信 他讲 我不要去打扰他 他说 他说 我不想去打扰他 因为他有这个信仰 因为他有这个信仰 所以有时候 我就觉得 原来一个人 他有那个信仰的时候 他真的是 看着那个信仰很重 所以我就知道 当时就知道 如果一个人 有一个信仰的时候 他会把信仰看得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得到 怎样来搞 他们都是因为 有这个心已经刚硬了 我们说 他们的心已经非常之刚硬了 当他信仰硬的时候 他们就不信 当他们的心 很刚硬的时候 他们就肯定不会相信 一不信 他们就会拒绝这个真理 一不相信 就会拒绝真理 一拒绝这个真理 就知道他的心事会明 一拒绝真理 我们就会知道 他的心思悔迷 所以那个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就会看得到 与神所赐的生命 隔绝了 所以我们看到 与神所赐的生命 就会隔绝了 对吗 所以以前我们 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生命 跟神也是隔绝了 所以我们以前 你想想 我们以前 没信主之前 是不是我们的生命 都是同神隔绝 当我们隔绝了过后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罪 我们就会 给那个罪 空绑着的 当我们同神隔绝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罪所捆绑着 然后我们看到 这是永恒的诅咒 我们会看了永恒的诅咒 所以我们就得不到 这个神的救赎 我们就得不到 神的救赎 所以我们做这个福音 是什么呢 我们做这个福音 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福音就是要带他们 从这个世界 这个黑暗的世界 到这个光明的世界 福音就是为了将他们 从黑暗的世界 带来光明的世界 所以我们看得到 我们要做的东西 是怎样来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看得到 当他们 一切可 他 到底我们 当我们传那个福音 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当我们将福音传出来的时候 会有什么会发生呢 我们看得到 耶稣基督就用很多的比喻 来帮助他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是用了很多比喻来帮助他 我们一起看看 马太福音第13章 13到15节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13章13到15节 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说 他们说 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又听不见 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 正认了以赛雅的语言 说 你们听时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时要看见 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游蒙了心 耳朵发尘 眼睛闭着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Amen 所以我们明白了 我们明白 当一个人 他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 他没有灵的时候 当一个人 没有神的话语 没有灵的时候 他们不明白的时候 他们不明白 眼睛看见了 他们眼睛看见 总是不灵悟 但是仍然很不灵悟 他耳朵听见了 耳朵听见了 总是不明白 但是经常都不明白 所以心里就感应 所以心就会干硬 很多时候我们看得到 当我们跟他讲 他还是不明白 所以我们会看得到 很多时候我们会跟他 那个义治法人说 他们都不明白 所以那个 怎样来 解决方案呢 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解决方案又有什么呢 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 我们肯定要帮助他们 所以我记得 当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记得我当时 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当时我还没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的表姐帮我祷告 我的表姐来帮我们祈祷 要帮我们的家庭祷告 我的表姐来帮我的 整个家庭祈祷 所以我们就接受主了 所以我就接受了 我们接受了主 所以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一定要祷告 所以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我们一定要祈祷 所以那个方法 解决方法就是祷告 解决方法很简单 就是祈祷了 但是呢 要怎样来祷告呢 但是要怎样祈祷呢 我们要看他 眼看得到 我们要看到眼 要看得见的 他的耳可以听得到 耳朵又要听见的 他的心里明白 心里要明白 然后他会悔改 然后他就会悔改 悔改了之后 他就会转向耶稣基督 悔改了之后 就会转向耶稣基督 他就有得到救恩 他就会得到救恩 这个就是我们的属灵征战的事情 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事情 我们怎么来做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有时候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想着怎样来祷告 我们祈祷的时候 很多时候要想 应该怎么祈祷 所以这个祈祷呢 是和属灵的征战 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祈祷和属灵的征战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得到他 我们知道他的问题就是 眼睛看不清 耳朵听不到 心里有刚硬 所以我们听到很多情况 就是眼睛看不见 耳朵看不到 心里面很光硬 所以怎么会要做呢 应该怎么做呢 第一样的东西 就是他的眼睛了 第一样就是眼睛 给他看得到 要等他们看得到 所以我们要祷告 所以我们要祈祷 祷告他的眼睛看得到 祈祷他的眼睛可以看见 对吗 因为他眼睛已经失明了 因为他的眼睛已经失明了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 要跟他祷告 就是他的眼睛 所以一开始我们要祈祷的 就是眼睛 我要知道 身体上最重要的眼睛 就是那个灯 我们很清楚知道 身体上最重要的眼睛 其实就是灯 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就是那个灯 我们知道之后 我们的眼睛 其实就是那个灯 但是我们的那个灯 越来越弱的时候 就看不明白了 当那盏灯越来越暗 的时候就看不明白 就看不到东西的 就看不到 这个是属灵的眼睛 这个是属灵的眼睛 所以我们要祷告的时候 要祷告他的眼睛 看得到 我们要祈祷他的眼睛能够 能够站得到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每次是在教会的 每次我都在教会里面 虽然我的家庭里面 我们还是有拜拜 虽然我们家里都有拜偶像的 但是我的父母就讲 如果你要知道真理 但是我父母跟我说 如果你要知道真理 你要知道这个真神 如果你要知道真神 你要去教会 你需要去教会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父母会这样子讲 我都不知道 我爸爸妈妈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所以我小的时候 我跟我弟弟们 就去教会的 所以小的时候 我跟我弟弟是去教会的 但是我们去的教会 就是一个天主教 但我们去的是天主教会 所以每个星期天 我们就有一个主乐学 所以每个星期天 我们都有主乐学 主乐学里面 我就学习很多东西 主乐学里面 我学了很多东西 有一天 那个老师就问我 有一天 那个老师来问我 每个人他都会问 当然他每个人都会问 他讲 圣经是什么 他就问圣经是什么 他问每个人 圣经是什么 他问每个人 圣经是什么 全部人都答了这个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到我的时候 我讲圣经就是这个书 到我的时候 我就说圣经是书 圣经是一本书 我说圣经是一本书 一本圣节的书 一本圣节的书 我讲 这个是神的话语放在里面 我说是神的话语放在里面 所以我们不明白的东西 我们看这本书就可以了 我说 如果我们不明白 看这本书就行了 那时候我还没有信主 那时候我还没信主 哇 那个老师讲 哇 很好 那个老师说 你讲得很好 哇 那个不信主的人 还会讲这本书 你说 那个不信主 我都会讲一本书 还是一个生命的书 是一本生命的书 每个人要学习就从这个书那边学习 每个人都也是从一本书来学习 但是我每一次当初一十五的时候 初一十五 有一次我的朋友 有一次我的朋友 他也是从这个教会的 他也是从一个教会的 他刚刚踩脚车他经过 有一次他踩个乘车经过 他看到我 看到我 你在教会做什么 你在做什么 我还跟他理论 我还同一个理论 他讲你不可以烧这些纸疗 他说你不能消这些纸钱的了 你是在教会里面的 你已经去教会了 是啊 我有去教会了 是啊 我有去教会了 这个是我父母叫我做的 这个是我爸爸妈妈叫我做的 我们家庭要有天宫 有这个 有那个 有很多东西的 我们家里有很多偶像 所以拿这个纸 初一十五一定要做的 所以初一十五一定要做的 那时候在那边烧的时候 他讲你不可以烧 当时我的朋友说 你不可以烧的 你是拜这样的偶像 你现在在拜偶像 我就跟他理论 我讲你的耶稣 还是钉在那十节 还不会下来 我就跟他说 你的耶稣 还钉在十字架 就没下来 你也是每个星期天 跑过去 跪在那边 看着他 连kiss那个地板 你每个星期都跑去 看着他 跪在那边 祈祷 还要设置地板 对 他每次跑到那边 就坐在那边 然后就跪在那边 每次都去 都要做一个动作 然后再设置地板 对 and kiss那个地板 要设置地板 所以我讲 你也是一样 你也是一样的 也是有偶像 也是有偶像 只是你没有烧那个纸给他 只不过你没有烧纸 他看着我 他说 你没有搞错 你讲什么 他就说 你没有搞错 说什么 我讲 这事实就是事实 我说 这个就是事实 我就跟他这样讲 我就是这样跟他说 这个理论 我觉得那个 真的是我眼睛还不看到 我就理论 跟他当时真的 眼睛没看见 每个星期天 我当那个老师教导的时候 每个星期天 我被老师教导的时候 他还讲 你一定要 学习祷告 他都跟我说 你要学习祈祷 我家里有很多什么东西都有 我说我家里有很多东西 连他还给我选 他在美国 他去美国回来 那个老师当时是美国回来 这个是主日学的老师 这个是主日学老师 他有买很多这些十字架 还是保罗的照片在里面 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圣人 他买了很多十字架 保罗照片那些生人的食物 所以我就找到一个 哇 保罗这个很好 我就看到保罗那个很好 我看到那个 哇 那个他跳得很美 我看到他丢得很美 我就跟他拿着一个 我就要拿一个 那时候我们每个晚上 跪在那个床的上面 每个晚上我就跪在那个床前面 在那边我就拿着保罗的照片 我不会就拿着保罗的照片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好像保罗 但是他们跳到他的鼻子就比较大了 但是我丢到他的鼻子很大了 他讲是保罗 他说是保罗 所以我就拿着他 那边跪着就祷告 我就拿着一张照片 跪在床边来祈祷 但是我都不明白这个神是怎样的 但是我都不明白这个神是怎样的 只是星期天去那边听 只不过是星期日去听 那时候还没有信 当时都没信 当我大的时候 我大过了 读了中学出来的时候 过后呢 我的表姐 然后后来我的表姐 来到我们的家 来解释给文婷的时候 你解释给我听的时候 我才突然间好像知道他讲什么 我才突然间开窍知道他讲什么 这很奇怪 很奇怪 所以我就现在知道了 哦明白了 原来很多非信徒 所以现在我知道了 原来很多非信徒 他的问题就是他的眼睛 窃盖了 问题就是他的眼睛 所以我们要跟他祷告 所以我们要为他祈祷 要祷告他的眼睛看得到 要祈祷他的眼睛看得见 所以我们如何祈祷呢 那我们要如何祈祷呢 我们一看看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第三到第七节 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 四章三到七节 如果我们的福音被蒙蔽了 那是对灭亡的人才蒙蔽的 那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世代的神龙 欺了他们的心眼 使他们看不见基督 荣耀的福音的光 基督就是神的形象 我们并不是全阳自己 而是全阳耶稣基督是主 并且为了耶稣的缘故 成了你们的福音 Amen 所以我们看得到 这个很重要一样事情 我们看到一个好处 还继续 那分库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雅气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量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Amen 所以你看得到 从这个经文里面 可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 我们一起看看 第三到第五节 我们看看三到五节 它这边写什么 这里说什么呢 这世代的神 这世代的神 弄瞎了他们的眼 弄盲了他们的眼 它看不到 所以我们这样 第二种东西就是 他们的眼睛 所以有一样就是 他们的眼睛 第二种东西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第二种是什么呢 那边写着神的光 那边写着神的光 因为神就是从这个黑暗 这边有光照亮这个黑暗 神就在一边有光 在黑暗中 射过光出来 当他那个照亮的时候 当他照亮黑暗的时候 就没有黑暗了 就会没有黑暗了 所以我们的方法是怎样呢 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祈祷 祷告怎样 祷告那个眼 给大家看得到 我们要祈祷 这个眼睛能够打开 可以看见 怎样来给大家看得到呢 怎样可以看见呢 就是祷告神的光 照亮他们的心 就是祈祷神的光 能够照亮他们的心 当他们神的光 照亮他们的心的时候 当他们的神的光 能够照亮他们的心的时候 他们就看得到了 所以我们这样 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祷告的时候 要看这个 所以很重要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祈祷的时候 就要做这件事了 所以当你们 我们每个人 要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每个人 要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传给 这个朋友的时候 我们要传给 这个朋友的时候 还是我们家庭的人的时候 还是我们要传给 我们家庭的人的时候 我们第一样东西 就要跟他们祷告 讲神啊 你的光照亮他 我们第一样祈祷就是 神啊 你的光照亮他们 照亮他的心 给他们看得到 照亮他们的心 能够使他们看见 给他们心眼看得到 让他们的心 和眼都能够看见 然后我们就看得到 这个事情会发生 那么我们就可以 看到这个事情 他眼睛看了 他的眼睛会看见 他的耳朵听到了 他的耳朵会听见 他的心里就明白了 他的心里就会明白了 当他们明白了过 他们就会悔改 当他们明白 就会悔改 悔改了过后 他们就会 转向去耶稣基督 悔改了之后 他们就会转身 向阳术基督 当他们转向了 耶稣基督 这个面纱的组织 他们看不到的 就会 挪开 当他们转向 耶稣基督的时候 阻止他们 看不见的面纱 就会挪开了 他们就会 有救恩 他们就会 有救恩 如果他们 看不见 如果他们看不见 又不明白 又不明白 他们就不会悔改 他们就不会悔改 他们不会悔改 你怎样讲他们也是会 所以我还是不要悔改 无论你怎样说 他们不会悔改 就是不要 不要 所以每次当我们跟他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神一来的时候 祂就可以帮助他 我们当他帮他们祈祷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神一来就会帮助到他们 所以我们要跟他们 那个人祷告 这样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要帮助 我们要帮人祈祷 就是祈祷一方面的东西 你要看看 好像那个浪子回头 其实就好像浪子回头 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七节里面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七节里面 你可以写在 他那边讲的是什么 那里讲的是什么呢 那个浪子 他就用他的父亲的钱 全部用到王了 浪子将他父亲的钱财全部散尽了 他就在那个农场那边看到那个猪 他在农场那边看到猪 那些猪在那边吃东西 猪在那里吃东西 他就突然间 他突然间呢 他就浪子回头 就是因为突然间 浪子回头的意思就是 突然间 他 他 醒过来了 他突然间醒过来 他那时候 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醒过来的时候呢 他就讲 哎呀 如果我在我父亲的地方那边做工 他想着 他想 如果我在爸爸那里做事 哇 他的工人吃 还好过我现在吃的 他工人吃的东西 还好过我现在吃的东西 他现在看着是猪吃的东西 他现在看着猪吃的东西 他就想着突然间 他醒过来了 他突然间醒过来了 为什么他突然间醒过来 为什么他突然间醒过来呢 因为圣灵充满了 因为圣灵充满了 当圣灵给他醒过来了 当圣灵被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就会悔改 他就会悔改了 所以就刚才我们讲的 他眼看得到 刚才我们讲的 眼睛看得到的时候 耳朵听得到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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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已经明白了 心里面就会明白了 他就开始有悔改了 他就会开始有悔改 当他悔改的时候 他就会悔改的时候 他就会转向耶稣基督 悔改之后 就会转向耶稣基督 那时候就会看得到 他的那个面纱就会转开 到时的面纱就会脱去 所以看到 其实很多非信徒 他们就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看到 非信徒就是有这个问题 好像有一个东西折开了他们 好像有一份纱遮住了他们 所以他需要那个圣灵 来帮助他们开大他们的眼 所以他可以帮 用圣灵来帮助他们 打开他们的眼 才可以看得到神的荣耀 才能够看到神的荣耀 没有啊 神的荣耀在那边 他们看不到 要不然神荣耀在那里 他们看不到 这个东西 我们有时会讲着帕子 我们有时讲个帕子 这个帕子 就是遮盖了 那个眼睛看不到 那条根就遮住眼 看不到 这个帕子可能是他们的骄傲 还是他们觉得他们是很厉害 可能那条遮盖筋给了他们觉得自己很厉害 有的是有人道主义 有些人道主义 有些人不相信就不相信 有些人不信就是不信 有的时候这个帕子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这条遮盖筋就是他们的宗教信仰 就好像少罗 好像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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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他还没有是保罗的时候 他是叫少罗 他以前没有叫保罗的时候叫少罗 他有什么问题呢 他有什么问题 他的问题 那个帕子就是 他是有一个宗教的信仰 他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那时候 赵阶开根就是他的宗教信仰 那这个宗教信仰是什么呢 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呢 就是犹太教 就是犹太教 他那时候攻击那个像耶稣基督的 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的 他就要攻击你 他当时是攻击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每一个犹太人要相信耶稣基督 他就会去攻击 只要有犹太人去相信耶稣基督 他就去攻击他 过后他怎样来相信主 但后来他怎样信了主呢 就是有一个神带来一个门徒 神就带了一个门徒 带他去帮助他 带着一个门徒去帮助他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故事里去 那个好像是X第九章 X是什么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有写到的 这个故事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面说过的 所以有时间你去看看 你有时间去看看 看保罗怎样会相信耶稣 看看保罗是从怎样不相信到相信的 那时候有一个门徒跟他祷告 当时有一个门徒为他祈祷 他的名字叫亚纳尼亚 他的名字叫亚纳尼亚 他跟他祷告过后 他帮他祈祷之后 他看到那个铃片在他的那个 好像鱼的铃 好像看到铃片 铃片在他的眼睛那边掉下来 好像看到铃片在他的眼里 所以我们知道 他就是因为有东西遮盖了他的眼 所以我们知道 原来是有东西遮盖着他的眼 所以跟他祷告过后 他的那个铃片跑出来了 所以帮他祈祷之后 那些铃片就跌下来了 你看得到 哇 保罗这么的有力量 后来就看到保罗有这么大的力量 带着圣经 全个福音跑到很多地方 带着圣经 传播福音跑到很多地方 所以看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 这个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祈祷 祷告是祷告什么呢 祈祷什么呢 神的光照亮在他们心 神的光能够照亮他们的心 让他们的心和眼都看得见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他们也是有讲到 他们里面都有讲到 他讲很多犹太人 还不信耶稣基督 他说很多犹太人 都还没相信耶稣基督 就是应该那个帕子还是在那边 因为那块遮盖的手根 还在那里 所以他看不到 所以他看不到 所以他们讲到 一定要祷告他的帕子 除去 所以他祈祷一定要把那块遮盖的根 摘去 如果你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里面写 他就讲到 当我们相信 他就讲到 当我们相信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拿走这个帕子的时候 我们相信 我们在祈祷的时候 把这些帕子拿走的时候 他们就看得到 如果保罗都知道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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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帮助其他人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可以帮助那些人 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没有那个力量 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力量 所以 这边我看到我们的总结 所以我们来现在讲一下 总结一下 你看得到 会不会 总结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看 以佛所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 我们看一看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 第六第七节 你可以读一次 那分腹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我们有这宝贝放在亚气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量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有一个真宝贝 在亚气里 我们有一个很宝贝的东西 在亚气里面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宝贝在我们里面 即是说这个宝贝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们要知道这个宝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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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写到 其实圣经里面有说到 他那边有写到的是 耶稣基督福音 有看得到他的当过福音 我们是从明白到那个福音 我说的就是我们从明白到有福音 当我们明白这个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有福音的时候 这个福音就是在我们里面 这个福音就会在我们里面 第二种是耶稣基督这个福音 这个说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福音 是很大很超级好的福音 这个很好的福音 能够跟这个黑暗的世界抵抗 能够与黑暗世界抵抗 你看得到吗 第七节里面你可以读多一次 在七节里面我们读多一次 我们有着宝贝放在雅气里 要显明者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Amen 不是因为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 但是是因为神 是因为神 这个宝贝是什么呢 这个宝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圣灵 这个圣灵 这个圣灵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这个圣灵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我们看得到圣灵可以怎样来帮助 我们看到圣灵可以怎样帮助 圣灵可以怎样帮助 圣灵来帮助这个罪人 帮助那个罪人可以看得见 帮助那个罪人可以看得见 帮助那个罪人可以听得见 帮助罪人能够听见 然后他还可以帮助那个罪人可以认罪 甚至能够帮助罪人能够认罪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 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过后 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就是这个神的大使了 我们就是神的大使了 我们就是要传这个福音了 我们就是为了传这个福音 记得吗? 《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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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到20节的 18到20节里面写 他叫我们一定要传这个福音出去 他叫我们要传这个福音出去 所以我们知道的 当我们就是这个大使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任务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任务 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任务 所以我们一定要传这个福音 我们需要传这个福音 但是要开始的时候就是要祷告 当然 开始的时候就要祈祷了 祷告神的光照亮他们的信念 祈祷他们神的光能够照亮他们的信念 给他们看得到他们的心眼的时候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边我就想要讲一点我的这个见证 我现在想讲讲我的见证 真的 我只是那时候在我们的教会 当时我在我们的教会 我是从 差不多几年前 18年前我就在马来西亚过来澳大利亚 18年前我在马来西亚过来澳洲 我过来这边读书 那时候我认识了我一个朋友 当时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我们在马来西亚一起读书 我们当时在马来西亚一起读书 一起读了两年 一起读了两年书 那时候我就认识了两年了 我们当时已经认识了两年了 就过来这边博士 在这里一起来博士 一起来读书 一起来在一个地方住 同一个地方住 所以那时候呢 这个我们教会就讲 一定要跟人家祷告 我们当时教会说一定要帮人祈祷 就讲我们要传那个福音 我们说要去传福音 每个人就要想一个名字 每个人要想一个名字 写起来 写起来 写起来过后就要跟他祷告 写了之后就要帮他祈祷 那时候我写三个名字 当时我写了三个名字 我在祈祷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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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看到他们有什么改变 我都没有见到他们一个人有什么改变 所以那时候我认识了我这个朋友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 这个朋友我已经认识了差不多三年了 三年了 两年 再多一年就是三年了 然后我认识了两年 在马来西亚正式两年 后来又在这里一共三年 已经认识了三年 第三年的时候 然后教会就说要祷告 在三年时教会说要帮朋友祈祷 我写他的名字 他是其中一个我写下的名字 我就在那边祷告 我就帮他祈祷了 我就祷告神的光照他的心 我就祈祷神的光照亮他的心 那时候我每次有小组的时候 就会在我的家 好像有小组的时候 其实当时在我家里 因为他在我们一起住了 因为他当时是和我一起住的 我们有四个人在那个房子那边住 我们有四个人一起住 在那边每次有小组就会叫他出来 我只要有小组的时候 我将他叫出来 他都不要 但是我吃东西的时候他就出来 我们吃东西就出来 每次都是这样 每次都是这样 我要跟他祷告 所以我就帮他祈祷 都没有反应 好像他不要认识这个组 好像他都不想认识这个主 我也是看到他 哎呀是很失望 所以我看到他很失望 但是我还是继续 但我都继续祈祷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次呢 我就每个星期六是去那个 我那时候是在Bentley 为什么呢 我告诉你 当时我们在Bentley 所以我们的教会是在Bentley 人还记得 我们当时的教会 就是那个训练中心在Bentley 那时候呢 每个星期六早上 我们会有祷告会 我们每个星期六早上 都有祷告会在那里 我每次都有去那个祷告会 每一次我都有去的 所以有一次呢 我就想不要去祷告会 有一次我在想 哎呀我不想去了 很累啊 好累啊 哎呀不要出去啦 我不想出去啦 所以我就没有起身了 所以我就没有起身了 哇突然间他去敲门 突然间他来敲门啊 我这个朋友在敲门他说 哎呀你没有去祷告会啊 他来敲门啊 哎呀你没有去祷告会吗 我想哎呀很累啊 我说好累啊 哎呀不要去了 不想去了 你的神这样照顾你 你不要去 他说你这个神教育 你为什么不去啊 哇我听了过后 我真的很吓到一跳 我听了一下 吓了一跳哦 我说OKOK 我现在我去 我现在去 我说好 我现在的去 从那一天开始 我没有miss过哦 从那一天之后 我从来都没有缺失过 我怕这个 飞行徒来敲门啊 哎去祷告会啊 我怕这个飞行徒来敲门啊 我没说去祷告会啊 哇真的没有面子 这个哎呦 这么没面子呢 我就觉得哎 为什么又好像他好像是真的是有神的灵跟他谈话这样子啊 我又觉得 为什么好像有神的灵跟他在聊天呢 所以我就哎呀 这个这个很奇怪的 我就觉得哎呀 很奇怪哦 然后过后呢 我们认识这样久啊 他还是没有来教会的哦 但我们认识了这么久啊 他都没有来教会 所以我邀请他去 那个小组 他也是没有去 我又邀请他小组 他又不去哦 我还记得每次吃饭的时候 吃东西的时候 他就出来啊 我就记得每次吃饭的时候就出来 连他们打乒乓啊 打到半夜 一点两点他都可以 他打乒乓球 我们那时候有乒乓球 玩乒乓球 玩到一两点晚都可以哦 但是一讲到圣经啊 小组啊 他就不会参加了 但是一讲到圣经啊 小组啊 他就不参加了 但是吃东西啊 玩啊 他们就OK了 但是吃东西呢 玩呢 他就来了 所以我们有几个朋友在那个 英文堂的 他也是每次有介绍他 带他出去的 所以我们有些朋友在英文堂呢 介绍他都会带他出去的 但是他也是没有信的 但是他也没有信的 你有一天哦 但是有一天哦 我洗澡的时候 我洗澡的时候呢 洗澡啦 洗澡的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就跟我讲 洗澡的时候 突然间有个声音就跟我讲的 这个是因为我们已经搬出来了 那时候我已经搬出来了 我们已经有毕业了过后 我们就有自己有做事情了 那时候呢 已经我们不晒业了 那些各奔东西了 已经是出来住了 但是呢 他就跟我一起住哦 但是他还是来跟我一起住 我们还跟Martin都有一起住过 当时Martin也一起住过 所以我们呢 在那边的时候 我们要出去做工的时候 我们要去上班的时候 我们一起出去的 所以我们当时 上班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起走的 每次都是我们一起去上班 每次我们都是一起去上班 他去他的公司 我去我的公司 他去他的公司 我们一起来搭那个车去 我们一起搭车出去的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就是这样子 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子 所以那一天很奇怪的 就是这个我已经认识了 差不多是四五年了 四五年了 已经四五年了 那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四五年了 还是一起一个地方 都还是在一个地方 那时候呢 我就洗澡的时候 当时我洗澡的时候 突然间我听到这个声音 突然间我听到一个声音 他说 今天你跟他讲圣灵 今天你跟他讲圣灵 我听到 蛤 傻的 跟他讲圣灵 跟他讲圣灵 我知道 洗澡 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在 如果有什么特别的 神是在洗澡的时候跟我讲话 你有什么特别时刻 神都是在洗澡 我洗澡的时候跟我讲的 我不明白 那时候有很多时候 一个很大的事情 就是在洗澡的时候 他跟我讲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 每次大事 他都是在洗澡的时候 那时候我说 奇怪啊 叫我跟他讲圣灵 奇怪啊 为什么我跟他讲圣灵 我应该跟他讲福音吗 我不是跟他讲福音吗 我跟他讲圣灵 为什么跟他讲圣灵 我就在那边很挣扎 我在那边很挣扎 是不是啊 是吗 圣灵 圣灵啊 然后我就跟他讲 那个圣灵啊 我听到的圣灵 那个圣灵 那个圣灵跟我讲圣灵啊 我讲 如果他问我什么是圣灵 我就跟他讲啊 我说 如果他问我什么是圣灵 我就跟他讲啊 我不要讲圣灵 我不要主动讲 我不会跟他讲 哎 你要知道圣灵嘛 我不会主动讲 你也不会知道圣灵啊 你要给他问我 我才跟他讲 如果你叫他来问我 我就跟他讲啊 我是这样子跟神讲过 我是这样跟神讲的 因为他是很简单 他就这样子跟你谈 我不要发现 他就这么简单和我聊 所以我们全部准备了 所以我完全没有准备 我全部准备了 我全部准备 就出去了 就出去了 要去上班了 去上班 一开门出去的时候 开门出去的时候呢 他讲 Lawrence 她讲 阿丹 阿丹 什么是圣灵啊 什么是圣灵啊 我在那边我就 蹦啊 我在那边傻了外山 我要跟他讲嘛 我要跟他讲啊 然后我就 问他 为什么你这样子问 他就问 为什么你这么问我呢 我有很多次看到你 在你的房间祷告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我很多次看到你房间祈祷的时候 我听到你在那边 拉拉拉拉拉拉很多声 我听到很多声 拉拉拉拉拉 很多声 有很多的 圣灵充满的声 很多好像圣灵充满的声 我就解释给他听 我就解释给他 我是圣灵充满的 我说我当时是圣灵充满的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圣灵是什么啦 什么都说的 就一路一路跑跑跑 跑到我的那个巴士 哦 那我就一步走 一路去说 圣灵是什么 就解释 一直去到公车站 一坐到那个巴士 就这样讲到那个 station 坐在那边车上 我都继续说 我都在那边说 就这样子 在那个 station那边 就带他先祖了 然后就去到火车站 带他先祖了 所以现在呢 他就娶老婆啦 有两个孩子 在英文堂 所以他现在生得主 娶了老婆 我看如果下个星期 我们继续这样子 我可以请他 来讲他见证 他这样我都很想知道是谁 不是 所以我们看得到 我们一起来看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跟圣灵同工 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到 这个就跟圣灵同工了 我跟他祷告了这么多年 我跟他祈祷了这么多年 忽然间 突然间 每次我觉得 那个时候不是 我每次觉得 那个时候是时候 但其实不是 所以神是很奇妙的工作 所以神是很奇妙的工作 当他信主了过后 他的妹妹也是信主 那一天 所以他信主的时候 他妹妹也同一天信了主 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另一个地方 所以奇怪 神的带领是很奇怪 所以神的带领是很奇怪的 所以下个星期 我会解释 怎样来我们用一个 practical practical讲什么 实际 实际的方法来 怎样来做 这个复营 下个星期我就讲一下 怎样用实际方法 去传福 所以我们 记得我们要祷告 所以记得我们要祈祷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得到的就是 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祷告 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祈祷的 好像星期五的时候 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有 盖鱼楼 我们有潜鱼楼 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 潜鱼楼的祷告会 所以我们看得到 祷告是有力量的 所以我们看到 祷告是有力量的 每个星期二 每个星期二 如果你们有时间 早上 如果你们早上有时间 师母 还是Olivia 有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会 有时候我们有一个祈祷会 所以我们可以跟每个人祷告 我们都可以帮每个人祈祷 所以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带给我们 给我们知道 我们跟人祷告 所以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帮你祈祷 还有一个就是小组 还有一个就是小组 我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没有时间来打领这个小组 有时候我都觉得 我没有时间来打领这个小组 我们需要有一个小组来帮忙 但是我们需要有小组 所以我看得到 我们的青年团 我们的洛灵 全部人都有这个小组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老年家 青年 年轻人 都有小组 那个小组是可以帮助大家的 洛灵 洛灵 小组可以帮助大家 所以小组是可以帮助大家的 可以祷告 可以祈祷 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节里面写什么 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九节里面说到 我的神必 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 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主啊 全部都充足 全部都充足 有时候我们觉得 可能一样东西啊 还是两样东西啊 有时候我们是一样啊 或者两样东西 这边写了什么 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一切 是讲的是一切 是全部 你想到他就会 跟你 帮助你了 你只要想到的 他都会帮助你 所以这边呢 我就求求大家 我们在这边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祷告一个名字 所以我们 我需要求大家 在这里祈祷的时候 想着一个名字 想着一个名字 每一个人想着一个名字 每一个人想着一个名字 当你想着一个名字的时候 我们就用这个祷告的方式来祷告 当你想着这个人的名字 想着这个人的名字 就用这个祈祷的方式来祈祷 当祈祷的时候 就讲他的名字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就讲他的名字 过后呢 我们就交托给神 之后 我们就将他交托给神 当你回去的时候 当你回去的时候 你继续地祷告 祈祷祷祷祷祷 祷告神的光 抄进去他的心眼 要祈祷 神的光 能够照亮他的心 和眼 给他看得到 让他看得见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一起哦 记得那个名字吗 有一个名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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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交这个时间 给Seline 一起来读 一起来读 不是说哪个名字啊 不是说哪个名字啊 主啊 请让你的真理之光 照进你的心里 让他 记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看到你的荣扰 Amen Amen 继续这样来做 如果你需要 这个祷告的 这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送给你们 如果我们继续为他祷告 如果你需要 所以有一个 这一段话语的 我们可以发 E-mail给你 或者发给你 Amen OK 我们继续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很感谢你 天父 天父很感谢你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我们看得到 我们学习了很多东西 今早上我们学习了很多东西 我们知道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知道 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神你的工作就开始了 神你的工作就开始了 神要求祈求你帮助我们 神要求祈求你帮助我们 每个弟兄姐妹 每一个弟兄姐妹 朋友 听到这个道的时候 听到这个道的时候 我们会学习怎样来祷告 我们会学习怎样的祈祷 怎样来带领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亲戚 怎样带领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亲戚朋友 来认识你 来认识你 我们奉告主耶稣什么来祷告 我们奉告耶稣主耶稣的命 希望今天的讲道 有祝福到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再见咯 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